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和大家講一下歷史了 一國兩制和今日的香港作為一個特區 其實與清朝的歷史關係密不可分 反清時期比較腐敗 所以西方列強船兼炮利入侵了中國 發生了一兩次駕鞭戰爭 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 有三條不平等條約與香港的歷史很有關係 第一條是南京 第二條是北京 第三條是展確香港戒主專條 租借新界99年 這個所謂租借是不給租金的 到199年6月27日到期 但是有另一條條款寫著 就預留三天給英國人撿包袱 所以就變成7月1號 條約就是你情我願的 但是不平等條約是什麼 就是打到你不敢反抗 但是因為這個這麼不公義的做法 第二次世界戒戰之後 全世界出現一個叫做 反殖民地或非殖民地化的歷史的洪流 聯合國為了這件事 就出了一本叫做殖民地名冊 如果在這本名冊裡面的殖民地 它可以透過風頭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包括是獨立 包括是回歸母體 或者是繼續做一個殖民地 中國其實從來都不承認 香港和澳門是殖民地 70年代初期 中國回到聯合國之後 第一個召會就做了一件事 香港和澳門要剔除殖民地名冊之外 如果你有機會去研究一下 《基本法》的序言 它有兩句說話很有意思 中國從來都不稱香港是殖民地 一直都是說殖民管治 香港回歸官方的說法就是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所以這個殖民地名冊 《基本法》將香港和澳門除名 其實是導致了一國兩制的第二個法律基礎 這就是香港為何一國兩制的一些歷史背景 《基本法》就是為了體現 和介紹一國兩制是什麼 《基本法》有160個條文 有9個篇文 第四章政治體制 在香港生活一定聽到很多 很多爭鬧都是源於第四章 香港我們是一個制度特殊 所以我們就有自己的制度 但是因為根據中國的憲法第67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是可以制定特區的政治制度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有一個協商 《基本法》的解釋權 是在全國人大的常委會手裡的 最關鍵就是我們要明白 為什麼有人大釋法的這個爭論 香港實行是普通法 內地是實行大陸法 其實問題就是源於大陸法和普通法 是有爭執的 是有矛盾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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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